好,我們現在來示範錯誤的前蓋螺絲的鎖法 假設我們現在都把車把跟這個東西固定好了 壓住 然後我們要鎖緊螺絲,這四個螺絲 如果沒有交叉鎖,會發生什麼情況 一個把它鎖到最緊 或是鎖到很深 然後再鎖,一樣是交叉 但是呢 它會發現,你看我現在有點鎖不進去了 這已經鎖到很緊,已經快要接近到底了 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很鬆,因為另外一邊沒有鎖緊 但是我現在這邊要把它鎖緊 我發現 就是 卡卡的 很難鎖 很難鎖 這時候如果再 用力去鎖它 它有可能會 這邊就會脫牙 就是這個螺絲上面那些牙 會被拔出來 那這個整個力管就壞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 把它 再鬆回來 平均 有時候鬆回來它已經卡住了 它還是轉不動 所以你就是 全部都把它放到最鬆 就等於重新再來 重新再鎖一次 好,我們現在重新再鎖一次 就是 就算你在 輕輕鎖上時 也是要平均的進去 好 現在已經有平均了 各位可以看到 差不多深度 對不對 剛剛這個比較卡的地方我先鎖 讓它順一點 差不多深度 交叉 差不多深度 每一個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再來鎖這個 然後我們再來鎖這個 剛剛這個比較卡 現在變很順了 有沒有 已經可以鎖到很裡面了 好,這兩個固定 已經很深之後 就可以先固定兩個稍微緊一點 然後再鎖這兩個 現在就是很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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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就交叉了 對 這樣就完成 完成